第四十二篇 是一个利美人的赞美诗 全二师利为人的一些赞美的诗 这个四十二篇里面 讲到一个带领诗班的一个人 这里四十二篇讲到带领诗班的一个人 他里面的郁闷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没有了神的同在 他很想进入神的同在 而这个灵里面的干壳 他用了一些图画来表达 这一篇诗篇很讲感受 原来感受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互动的方法 原来感受是我们跟神一个互动的方法 神将感情放在我们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会 当我们的圣经认识多了的时候 当我们的圣经认识多了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一节圣经去解决我们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 没事的神必然帮助你了 ok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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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了神一定必然帮助你的 我们就会将我们里面可能一大块的东西 可能就会压下来了 所以我们就会将我们心里面一大块的东西把它压下来 又或者将我们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合理化 然后我们将里面很多负面的情绪就合理化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圣经 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圣经 我记得我以前不是很懂得跟神去互动我会怎么做呢 我记得我以前不懂得怎么跟神互动的时候我会怎么做呢 以前就没有手机这东西 以前没有手机这东西 我们有一本很小的策子 我们就会有本很小的小册子 里面是它分成很多的目录 里面就分成很多的目录 里面写 比如当你失业 比如你失业 你生病 你生病 它就会有一些经文 那些经文 我生病 我就会读那些经文 希望那些经文帮到我 然后我就会读那些经文 希望那些经文来帮助我 好像有一个直接的答案 我很想找到一个答案来解释我里面那些不开心的事 很想找一个直接的答案来帮助我去解决里面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诗人 这个利美人 他教导我们另外一个方法 这里另外一位人 他却教导了我们另外一个方法 原来等候神是没有捷径的 原来等候神是没有捷径的 你就是要等候他 你就是要将你里面的东西向神去表达 你就是将里面的东西向神来表达 当你越去表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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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觉开头可能 你很多的感受可能是一大件事的 你会发觉一开始你的感受是一大块的东西 甚至乎你都理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你甚至可能也理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能现在的一些情景 勾起你以前过往的伤痛 可能会是现在的一些情景 勾起了你过往的一些伤害 让你觉得很难过 让你觉得非常的难过 这一道诗人他说 神啊我的心切无理 如鹿切无溪水 其实这一道讲到那只鹿是没有水喝的 如果它有水喝 那是一个很平安 很开心的一个情景 如果它有水喝 它就是在一个很平安很喜乐的情况里面 但是这一道只鹿没有水喝 但是这里这只鹿没有水喝 好像最近大家如果你有看澳洲的一些新闻 是不是 如果你最近有看澳洲的一些新闻 你看到整个澳洲一个夜马黑的图片 整个澳洲所有沿岸的地方全部都着火 你在夜晚的时候看到澳洲的那个图片 就是整个澳洲原案都是红色的 最近看到一段其实都很难过的 就是看到那些树红没有水喝 最近看到那一段就是非常难过的 就是那些树熊没有水喝 它们的尤加利树一点就着火 那些尤加利树一点就着火 没有东西吃 昨天看到一段就是一只熊的身已经着火 正是看到一只熊的身已经着火 然后有个女士就没有生命的危险 拿一条毛毡去盖住它 然后就有个女士冒着生命的危险 拿着一只头的毛巾去抱着它 然后就递了一个瓶给她 那只熊自己会喝水 然后就递了一个瓶子给她 让那个熊自己就可以喝水 就是一个这样的图画 它说我的心切勿你如鹿切勿溃水 所以说我的心切勿你如鹿切勿溃水 但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一篇的诗篇呢 是因为当诗人去寻求神 但是神不在那里 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篇的诗篇呢 就是诗人去寻求神的时候 但是神不在那里 好像不在那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熟灵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熟灵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熟灵的经历 当你最需要的时候 就好像神不在那里 就是当你很需要的时候 好像神不在那里 你最需要一个答案的时候 你很需要一个答案的时候 当你的信心去被摇动的时候 当你的信心被摇动的时候 比如在诗人里面 人不住地对我说 他说你的神在哪里 人不断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 他说我的敌人 第十字他说 我的敌人欲骂 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 第十节我的敌人 辱骂我 好像打碎我的骨头 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 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 当你在极艰难的时候 当你在极艰难的时候 当你面对人的谩骂 或者攻击的时候 当你面对人的谩骂和攻击的时候 你可以硬起他 我的神是怎样 怎样 你可以印着你的脸 说我的神是怎样 怎样 但是人看见你愁苦的念的时候 一定会问你的神在哪里 但是人看见你愁苦的脸的时候 一定会问你的神在哪里 我自己就有很深的体会 就是当在2001年我中枪的经历里面 我自己就有很深的经历 在我2001年中枪的时候 我差不多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开始学回行 我差不多要用六个月的时间 来学走路 其实身体是很软弱的 其实身体是非常的软弱 但是那段时间 已经要开始要去传福音了 因为台北灵良堂 只是支持我们两年 因为台北灵良堂 只支持我们两年 于是开始要去传福音了 然后就要开始去传福音 开始要跟人家讲耶稣 要开始跟人家讲耶稣 我告诉大家 是非常艰难的 我告诉大家 是非常艰难的 当人看到我 拿着个拐杖 走一跋一跋一跋 就是当人家看着我 那就拐杖一跋一跋的时候 我的体重 我应该去到 53 54公斤左右 我的体重 当时是去到 53 55公斤左右 是很轻的 是非常轻的 大家现在看看我 OK 大家现在看看我OK吗 我现在说的是66公斤 我现在看的是66公斤 整个人轻了 根本都 人家看见你差不多要死 整个人是非常轻的 人家看见我好像快要死一样 讲话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讲话就是上气不接下气 走两步路 那只脚已经不 已经拖了 就是没了力 要拖着这样走 走两步的时候 脚就已经开始没力 要拖着走 最大的经历就是 我收到 有一次我们就 我在家里收到一个电话 最大的经历是 我在家里收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台湾的女士 是一个台湾的女士 她说你在这里刚刚开了一个教会 你在这里刚开了一个教会 你是台北灵粮堂的 你是台北灵粮堂的 我当然是 然后我说是是是的 她说我家里闹鬼 她说我家里闹鬼 我有一个同事 就慢慢给一些奇怪的东西给我 我很害怕 然后我的同事 每天晚上就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给我 我非常的害怕 然后我就说我立刻来 我立刻来 然后我就说我立刻来 我立刻来 在电话里就看不到她的样子 在电话里面我看不到她的样子 但是呢 到了当那个女士见到我的时候 当那个女士看到我的时候 我想她一定会有点 shock 她一定有一点的 shock 为什么要找一个病人来帮助我 为什么要找一个病人来帮助我 还好我太太有感动 一定要陪我一起去 还好我的太太有感动 所以一定要陪我去 那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赶鬼的经历 那一次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赶鬼的经历 我跟大家说那只鬼是没有赶出去的 那只鬼是没有赶出去的 那只鬼没有赶出去 说到后来是 其实是一个女士被鬼附 其实是一个女士她被鬼附 我就问她 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就说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可不可以说这个是基督 你可以说这是基督吗 突然间那个女人的声音变成男人 那突然间那女人的声音变成男人的声音 我吓到她的脚都震了 然后我就吓到脚都震了 我三只脚都震了 我两只脚都震了 我两只脚都震了 我都拐杖一直在震 说两句我就逃走了 然后说了两句我就逃走了 我就马上离开了房间 就丢下我老婆 我就赶快地离开房间 把我的老婆丢在那里 结果是我老婆在那里赶鬼 结果是我老婆在那里赶鬼 说完之后 她又回来 你为什么把我丢下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景 我们很软弱 我们非常地软弱 我们寻求神 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好像不在那里 但是那个时候神仿佛不在那里 但是很多时候在一个现今的社会里面 我们会觉得什么都好像随手可得 在现今的社会 我们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随手可得 用钱买就可以了 用钱买就可以了 我以前有个侄女 觉得买东西是不用钱的 以前我有个子女 她觉得买东西是不需要钱的 因为她看到妈妈常常都录卡 因为她看到妈妈每次录卡 你给张卡就可以了 不需要钱的 她说给张卡就可以了 不需要花钱 那些东西好像立刻就来了 那东西好像立刻就来了 我们可能呢 我们都假设神可以这样随手可得 我们这样假设神也是可以随手可得的 是 instant的 是很快的 是 instant的是很快的 但是这一篇的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篇诗篇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去等候神的 我们要去等候神 我们怎样去等候神呢 我们要怎样去等候神呢 我们用我们的情感去等候神 我们用我们的情感去等候神 他说我的诗人说 他说我的心学上你就是永生的神 我何时能够朝见你呢 圣人说我的心可想神 就像永生神 我几时得朝见神呢 我何时可以与你相遇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与你相遇呢 他说我昼夜以眼泪为饮食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 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他说我日头和晚上 我唯一的食物就是我的眼泪 日头和夜晚 我唯一的食物就是我的眼泪 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这种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吗 你只能够用哭来去安慰一下你 你只能用哭来安慰一下你自己 你都说不出了 你也说不出来 他很想神的同在 他很想神的同在 但是神好像很远很远 好像没有东西说 没有message 但是神仿佛好像很远很远 没有任何的信息下来一样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经历 这是一个非常难过的经历 就是你人生里面 在这么多的艰难 可能在疾病里面 可能在关系的破裂里面 你不知道怎么样 好像在沙漠里面 找不到泉源一样 就是在你人生的经历里面 你的关系破裂 你遇到疾病 那是你保护在沙漠里面 没有一条的出路 特别这个诗人 他是过往和神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 特别是这个诗人 曾经他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他怎么样和神互动呢 他开始的时候 他首先是用思想 他会想回以前的东西 他怎么跟神互动呢 他是来思想过去他跟神的事情 他会想想以前我和神怎么样的甜蜜 他会思想以前我跟神如何的甜蜜 他说他以前可能是一个带领斯班的一个人 他可能是一个曾经带领斯班的人 他说我从前与主人同往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我从前与众人同住 用欢呼称赞的声音 领他们到神的殿里 大家一起去首节 大家一起的首节 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兰首节 一年三次去耶路撒兰首节 他用欢呼的声音 带着那些人进到神的这个同在里面 他用欢呼的声音 带领众人去到神的同在里面 但当他追上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单止没有带给他安慰 反而他说我的心是极其的悲伤 但他去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没有带给他的心里的安慰 反而让他的心极其的悲伤 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忧闷是什么意思呢 忧闷是什么意思呢 忧闷就是一坨东西 一整堆的感觉 一整堆的感觉 压在那里 说不出来 讲不出来 很depressed 很低沉 非常depressed 非常地低沉 是一个 英文用cast down这个字 来形容这个图画 英文用cast down的这个字 来使用这个图画 就是趴了下来的一个动作 就是趴在下面的一个动作 是完完全全被打倒的 是完完全全被打倒的 没了气力 没了气力可以站立起来 是完全没有站起来的 连讲都讲不到的 是连讲也讲不到的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他说我的魂 他说我的灵魂 为何你这样呢 他说我的灵魂啊 你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何你这么屈呢 为什么你这么郁闷呢 他说为何你在里面 第二个字是犯躁 第二个字是犯躁 犯躁是什么呢 犯躁就是 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 一直在压到 压到一个地步 其实那些东西会自己涌出来的 就是压到一个地步 那东西会自己涌出来的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压压压压 没有东西的 就是一直压一直压 说没事的没事的 在亲人面前说 没事没事 在亲人面前说 没事的没事的 在你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东西呢 是 好像淤泥那样去涌出来 他其实在你里面 就好像很多东西 像淤泥一样的涌出来 我自己中枪复原的经历 就是一个这样的经历 你自己中枪复原的经历 就是一个这样的经历 有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 我就是在郁闷的里面 我不想我的太太担心 我不想我的太太担心 但是那个 屈闷的字 是写在额头上 但是那个郁闷的两个字 就写在额头上 我不想 因为我知道其实已经很艰难 因为我知道已经非常的艰难 我连我自己在忧郁症的状态里面 我都不知道 我其实在忧郁症的状态里面 我自己也不知道 是硬地一路地继续去生活 就是硬着这样子来生活 继续去大教会 继续地带教会 主崇 主崇 去探访 探访 周围去 就是到处去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是怎样的 但是其实 整个人我太太是看到的 以至其实她很大很大的压力 就是我整个人的状态 其实我太太是看到的 她其实非常大的压力 于是乎我就选择自己一个人 就走出去 然后对着河 看着河 一天很长时间就看着河 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 一整天就望着那条河 望着望着就想跳下去 望着望着我就想跳下去 望着就 其实一些答案都没有 其实望着这条河一点答案都没有 你问我我知不知道神 我当然知道神 你问我我知不知道神 我当然知道神 我当然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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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里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好像是没有回答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 仿佛就是没有回答 我真的好像行尸走肉那样 去继续每一天的生活 我就好像行尸左右的一样 每天继续我的生活 我不知道怎样去 我表达不到 我不懂得表达 我不懂得怎么表达 我很怕一表达的时候 我就会骂出来 我很怕我一表达的时候 我就会骂出来 可能我就会弃绝神 我就会弃绝神 我很怕这种感觉 我很怕这样的感觉 我很怕 其实 什么都没有了 我很害怕什么都没有 我也不敢说 里面一直这样压 里面就一直这样压 一直这样压 就是这样的郁闷 但是 这一件事好不好呢 但是这样的东西好吗 其实都是一个 我现在回头再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我现在回头再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最后我看到诗人 其实他没有去弃绝这一种过程 我甚至看到神 在当中没有 诗人在当中没有弃绝这个过程 很多人会弃绝这一种过程 很多人会弃绝这一种过程 因为这种过程是痛的 因为这种过程是痛的 我曾经都尝试去避免这一件事 我曾经尝试去避免这些东西 我会开始吃药 我会开始吃药 我吃很多药 我吃非常多的药 很多很多的止痛片 非常非常多的止痛药 每次身体有些的状态 灵魂有些的状态 我就去吃药 每次当我身体有状况 我灵魂有状况 我就会去吃药 我会放纵自己 我会放纵自己 我会自己躲在一二角 我会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去逃避这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会去逃避这个东西 但是这里诗人告诉他们 我们不需要去逃避 但是诗人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去逃避 也不需要用一句的精句 把自己的情绪完全压下来 有些痛苦的经历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你的灵魂的一个出路 有些痛苦的经历 是对我们灵魂的一个出路 千万不要当你觉得很痛苦 然后就买很多灵食 这样塞在自己的口中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痛苦 就买很多的零食 把它塞进自己肚子里面 对不起我讲中一些人 对不起我这样说了一些人 会不会是 那真的会是这样 我们会找一些代替品的 我们会去找一些代替品 过去我用很多药 过去我们用很多药 那有没有人可能靠用很多食物呢 会不会有些人是靠用很多食物呢 你不断在那儿煮剧呢 还是你一直不停地追剧情 一直不停地看电视呢 一直一直不断地看电视 三四十集一晚地看完 就是三四十集一晚地把它看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个就是我们逃避痛苦的一个sign 其实这就是我们逃避痛苦的一个sign 但是在第四十二篇里面 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这样 这里四十二篇告诉我们 听我们不要这样子 用你的艰难的感觉 与神去互动 用你艰难的感觉与神来互动 用你的痛苦与神去互动 用你的痛苦与神去互动 用你的痛苦与神互动 去朝见祂 来朝见祂 祂好像针墨 但是祂在那里的 祂虽好像针墨 但是祂其实在那里的 第六节到第十二节 这里就是 诗人的经历 第六到十一节就是诗人的经历 祂跟神开始赤路藏 祂说我的神 我的心在我里面真的幽闷 祂开始跟神赤路敞开 祂说我的神 我的心在我里面幽闷 我纪念你 祂说我从约旦地 从黑门岭 从米撒山那里纪念你 所以我从约旦地 从黑门岭 从米撒山纪念你 这些地方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 这些地方都是在以色列的北部 就是说诗人他在北部里面 他在这里跟神的这个殿 来很远很远 就是诗人跟你神的殿很远很远 祂说你的瀑布声深渊 就和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 红桃慢过我的身 你的瀑布发声 深渊就与深渊响应 你的波浪红桃慢过我身 这里讲到就是 深渊和深渊就是 仿佛就好像 这个洪水的时候 地上高的水 和天上高的水 同时释放出来 好像洪水的时候 地上的水 跟天上的水 同时释放出来 好像 跟神的这个关系 他只是看到神的那种审判 他跟神的关系上面 他只看到神的审判 他说你的波浪红桃慢过我的身 他说你的波浪红桃慢过我身 这个红桃 就是说的是堆积的意思 这个红桃自己就是堆积的意思 就是用石头堆在死人身上的图画 就是把石头堆在死人身上的图画 他看见自己好像死了一样 他看见自己好像死了一样 他看见神的审判一个又一个去临到他 这个是他里面的感觉 这是他里面的感觉 他渴望水 他渴望水 他渴望溪水 他渴望溪水 但是他看见的就是波浪红桃 但是他看见的却是波浪红桃 这个跟他的经历是不一样 这跟他的经历是不一样的 他的经历是一个喜乐的神 就是在欢呼称赞的声音里面遇见神 但是在这一刻他看不到这一样东西 但是在这一刻他看不到这些东西 很远很远 非常非常的远 他用信心里面宣告 他用信心来宣告说 白昼耶和华陛下我知此爱 晚上他说他的诗歌是跟我同在的 在晚上他的诗歌是与我同在的 但是他里面是不得安慰 但是他的里面却没有得安慰 他说为什么你忘记我呢 他说他对神我的盘石说 他对神我的盘石说 这个诗歌整个生命是动荡 他的信心已经荡而无存了 他已经没有了神的那种绝对 他已经没有了那种对神完全的绝对 因为盘石是不动摇的 当你有神是你的盘石的时候 中而整个世界都动荡 但是神是那里不动摇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客观的经历 你就有一个客观的经历 你就知道原来在动荡里面 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原来在动荡里面 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 原来在这一刻 诗人在这个光景里面 他为什么要跟神说你是我的盘石 因为他感觉到所有东西在他周围里面 已经完完全全动荡 没有了意义 所以在这一刻 诗人为什么能够对神说 为什么对神说 神啊你是我的盘石呢 因为对他来说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没有意义 都在一个震动的里面 人跟他说 你的神在哪里 人对他说 你的神在哪里 就是仿佛跟他说 你快点抛去你的神 仿佛就是对他说 你快点抛弃你的神 神存在的 你的神是不存在的 神不是的 但是神不是的 但是第十一节里面 他再一次地说 但是在十一节 他再次地说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你 我仍然要继续地去赞美你 他说 他是我念上的光荣 又或者他用笑脸帮助我 原来神用神 他自己的同在去帮助你 我想说的就是 不要逃避你生命里面的 不要逃避你生命里面的 一个痛苦的经历 弟兄姊妹 我要说的是 不要逃避你生命当中 一个痛苦的经历 经历他 经历他 勇敢地去面对 神可能他会沉默 神可能他会沉默 但是这是你的经历 但是这是你的经历 是你很个人很个人的经历 这是你非常个人的经历 我自己就看到就是说 我这个枪伤 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震荡 我自己看到就是 这个枪伤 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震荡 曾经有一段的时间 我不再相信神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不再相信神 我不再相信神 神是我的盘石 是我的盾牌 我不再相信神 是我的盘石 我的盾牌 我看见我的家人受苦 我非常非常难过 我看见我家人受苦 我非常非常难过 甚至难过过我身上的痛苦 甚至难过过我身上的痛苦 但是这个经历 用它 但是用这个经历 用这个经历 用这个经历 你会看见神是真的 你会看见 这个是你信心的一个毛 你会看见 这是你信心的一个毛 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是一位的女牧师 去讲她自己生产的经历 就是一个女牧师 她讲她自己生产的经历 她就说她生不出那个孩子 就是说她生不出那个孩子 生得很艰难 没有了力 已经非常没力气 但是很艰难 她已经差不多要放弃了 她快要放弃的时候 她自己说 她两条腿都伸直了 已经累到根本没有办法再生这个孩子 她说她已经累到两条腿 已经完全伸直 不能够再生这个孩子出来 她的下腹非常非常痛 然后那个助产师就对她说 Use your pain 用你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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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宝宝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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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生过宝 我没有生过孩子 但是我又在产房 和我太太一起去看那个宝宝出生 我有在产房 跟我的太太一起看着孩子出世 我看见我太太把宝宝推出来的时候 哇 真的很痛 我看见我的孩子 将那个宝宝推出来的时候 真的非常地痛 我太太进去的时候 单眼皮出来的时候 变双眼皮 她是单眼皮进去厂房 然后双眼皮出来的 推完之后 那些血一直游游地流 我差不多要暈倒 推出来的时候 那水一直一直流 差点就要晕倒了 但是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这个经历对我自己来说 这个经历对我自己来说 我看到神是在那里 我看见神在那里 在我的痛苦里面 我知道神在那里 在我的痛苦里面 我看见神在那里 纵然我的灵 我的魂 好像告诉我听 神在那里 纵然我的灵 我的魂告诉我 那个神不在那里 但是我在那里 就进入去 但是我在那里 我就进入他 我说不到 我开始学习去说 我说不到 但是我开始去学习去说 特别是回到来 六一之后 经历过医治 我开始把里面 那一坨东西 开始慢慢去理清 特别是当我来到611 经历释放 我开始将我里面的那堆东西 慢慢表达出来 我开始去表达 我开始去表达 我开始去摸自己里面 这个痛苦的经历 我开始去摸自己 过去这个痛苦的经历 其实是很 其实我很想忘记他的 其实非常地想忘记他 因为一再想回的时候 会哭的 因为再想起的时候 是会想要哭的 会觉得自己是很辛苦的 是觉得非常地辛苦的 但是每一次 神都让我再回到那里 但是每一次 神都让我再一次回到那里 我知道在那里 正是全员的地方 我知道那里正是全员的地方 你痛苦的地方 就是你全员的地方 你痛苦的地方 就是你全员的地方 你去朝见神吗 你去朝见神吗 是不是每一次 都是我们的神 只是一个阿乐的神呢 我们每一次 我们神都是一个阿乐的神呢 大太阳 大太阳 黄色 黄色 有时候不是的 有时候其实不是的 有时候在你很蓝色的位置里面 你会遇见神 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你蓝色的时候 你遇见神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 你有没有痛苦的经历 大家有痛苦的经历吗 有没有人没有痛苦的经历 有没有人 你是没有痛苦的经历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 不要去 不要忽略你痛苦的经历 不要去忽略你痛苦的经历 用这个痛苦的经历 用这个痛苦的经历 和神去互动 用你这个痛苦的经历 与神来互动 你会看到神 祂会将水源赐给你 你会看见神 将水源赐给你 你的肝壳 会得到饱足 你的肝壳 会得到饱足 并且你对神 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认识 并且你对神 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认识 我今天不放弃神 我今天没有放弃神 其实是因为过往 这个受伤的经历 其实就是因为过去 这个受伤的经历 每一次当我艰难的时候 我都会回到那个位置 每一次当我艰难的时候 我就回到那个位置 我看到神 怎样去拯救我 我看见神 怎样拯救我 我看到神 怎样将我家人 一个一个拯救出来 我看见神 怎样将我的家人 一个一个的拯救出来 我看见我的性格 开始改变 我看见我的性格 开始改变 我开始变得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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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变得能够表达我自己 我开始能够表达自己 这个都是十几年的经历 这都是过去十几年的经历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起来 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